哈哈 從核資變獨資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一開始都有 大家都覺得是有很合理的原因 可是現在開始大家覺得說 嗯 該不會 看起來超快的啊 哪一間公司會這樣 哈哈 所以我才說這個現在就是這個陰謀論 我覺得有一點點好像沒有到 真的假啊 好 來去研究一下 對 就是 吹牛老爹的陰謀論 好啦 要錄了是不是 錄啊 錄啊 我沒有心理準備 哈哈哈哈 臨場反應 如果我是臨場反應 我就是臨場左 為什麼 你騙左 哈哈哈哈 不然為什麼臨場反應跟臨場左 我說開心 不要硬要講 我要說真的 因為我之前不是去拍片嘛 然後我就 兩個禮拜沒有跟你們錄吧 沒有啦 一個禮拜而已啊 一個禮拜啦 一個禮拜 但是問題是就是 就是我好像有一個長達兩個禮拜 沒有被你們碰到面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不是在 我現在不是在講噁心的話 我發自內心 幹嘛啦 不要 那你不要講 是不是我聽了會全身縮在一起 我前幾天就一直在想說 天哪 我突然間覺得 好久沒有跟彩玲還有東葉他們碰面 心裡有一種寂寞感 心裡有一種寂寞感 是傻逼戲 就是有一種 欸 這些年輕人 怎麼都沒來看 沒來看爺爺啦 蛤 你看看 爺爺心裡真是寂寞的慌啊 連爺爺您回來 所以我只是想講一下說 如果有空真的是回來看一下好不好 什麼意思啊 那反應一下 那反應一下 然後我心裡在想 我在推我琴那幾天的時候 其實我雖然也是都在忙 所以沒寫什麼訊息 可是我偶爾發的一兩則訊息 好像也沒什麼回應 然後就有一種 是不是沒有人愛我 欸 你很容易那個欸 胡思亂講 我上禮拜直播的時候 直播前我不是都會在那邊寫說 有沒有什麼可以直播的內容啊 給大家一些建議啊 然後又先因為其實有拿我的錢 當我的這個寫手嘛 所以他一定會提供很多的貢獻 就說 我覺得你可以講什麼 雖然我不一定會用 但有時候你偶爾也會自發性的 就提供幾個內容 但那天你一句話都沒講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完了 只不過十天沒見 他現在連 淡了 對 他已經整個感情都淡了欸 不是 不是 因為我看他們都貼很多啊 你可以跟我聊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例如什麼 吹牛老爹 人家的傷痛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 吹吹牛老爹 什麼 你可以跟我聊吹牛老爹啊 然後我就看到你 好像發了一個影片還是限動 我隱約覺得你 蛤 你去香港了嗎 喔對阿 我上了之後去香港 我的天啊 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你居然偷偷跑去香港玩了 還好吧 去香港再一個半小時 有偷偷嗎 所以跟回高雄是一樣長的 是不是 只要點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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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他們已經 我不在的時候 他們已經就是 過著一個逍遙的生活 蛤 然後把我拋在腦後 他們心裡就想說 哇這禮拜不用跟那個老人見面 哈哈 真開心 拜託拜託 長照負擔 我好難過喔 你們怎麼這樣對我 哈哈 不要這麼多愁善感 你是因為感冒才這麼多愁善感 有啦 我真的感冒很嚴重 我今天好像 終於有好一點點 但是 但是 我們來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大家好 我是上班 不要看得呱緊 AKA 沒有AKA 然後呢 在我前面是我可愛的小助理 彩琳 然後呢我們今天是我們的新 新資料夾 是新資料夾 是新資料夾多少 應該是特別篇嗎 今天 今天是夢遺落的新聞 今天 今天是 今天是夢 我要這邊要 這邊要那個 要加回音 要reverb 夢 夢 遺落的新聞 為什麼這不能算新資料夾 因為這些新聞沒有很新 因為我不是每週都會蒐集新聞 夢遺落的新聞就是 在經過這個兩三年的節目之後 有很多被我遺落的新聞 有一些現在看起來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把他們撿回來用這樣 天啊 你這個是 你等於是廢物利用級欸 哈哈哈哈 你從一開始就有人這樣講 那大家還會聽下去嗎 不會啊 大便也能變黃金啊 哈哈哈哈 大家直接轉台就說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去聽古矮好了 欸不是不是 因為現在看有些新聞其實還蠻不錯 只是 當中如果有更強的 我那時候就是會把他們設定 裡面有一兩則我剛看了一下就是 欸這不是我明明覺得我講過的 沒有喔沒有 我覺得要不然是我講過你把它刪掉了 沒有啊 因為我都覺得我看過啊 你看過不代表你講過啊 有一些是我之前有放進節目裡 但錄的當下我可能決定不要講 所以之後就都沒有播 不然哪一則你覺得你有看過 福老二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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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金卡帶三比上帝還偉大 哈哈哈哈哈哈 欸那個有放 但好像沒有講 我記得那個沒有講 好隨便 好那在本週節目開始之前呢 就先介紹一下我們本集的業配廠商 好 本集的業配廠商是 Roy Chen 優雅影跟正極做店啊 沒錯 之前欸 其實我們上一次業配Roy Chen的之後 因為那時候不是說 有很多聽眾說他們家的貓會跑去做正極做店 沒錯 有更多的聽眾就有私訊我們他們家的貓跑去做正極做店 所以其實雖然不是人做 但是貓咪呢因為平常就是常常用很奇怪的姿勢在睡覺 所以牠們的脊椎可能也有很多這個扭曲的問題 你確定要講這個 所以透過正極做店 搞不好貓咪呢也都獲得更舒服的生活 可能那個正極做店的曲線讓貓咪覺得很舒適 Yes yes 牠們也覺得說我的龍骨也要喬一下 但是呢就是因為我們之前介紹的Roy Chen 都是牠的那個坐墊而已 可是其實現在的Roy Chen也出了一個叫做優雅椅的產品 然後這個Roy Chen的優雅椅是什麼意思 牠其實就是直接用Roy Chen的這一個站起坐墊 直接去做成了一把電腦椅 牠可以讓你有正確的坐姿齁 有效減少肩背腰的負擔 那Roy Chen呢提供各種需求的撐腰選擇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使用電腦辦公念書 維持坐姿超過三個小時的話 長時間的重度使用者呢我們就會覺得可以直接推薦你使用Roy Chen的優雅椅 而且Roy Chen優雅椅我覺得牠有幾個蠻好的額外推薦 就是除了在人體工學上之外 第一個就是其實牠看起來很好看 而且體積很小 對對對 體積很小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一個相對來講空間比較小的地方 譬如說如果你是在家裡面 然後你住在一個小套房 如果這時候裡面放一個超大的電腦椅 你會覺得非常的定地佔空間 而且在視覺上來講也很不舒服 可是Roy Chen的優雅椅 它不但讓你用正確的坐姿之外 它也不會讓你產生視覺上的壓迫感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適合的 那你知道嗎 其實像我們公司啊 有一個同事叫麻西 他就跟我說老闆 這個椅子業配完之後可以送我嗎 他就跟我講 我就講說 所以你覺得坐起來很舒服嗎 他說對啦 一方面是坐起來很舒服 但我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想要用它 我說是什麼 他就說 你不是有看過我家的那個椅子嗎 上面堆了十幾件外套 真的是太雜亂了 我發現只要改用Roy Chen的話 就無法放外套 他沒有辦法放外套 因為他太小張了 他不可能再放外套了 所以我就提醒自己不能再在椅子上放外套 電腦椅就不會變成衣架 對 我就說這什麼荒唐的理由 但其實因為Roy Chen這個優雅椅 有獨家六度的傾斜底座 讓你的腰臀貼合 而且可以更輕鬆 並且完整的包覆你的雙腿 有身降的設計 然後不管你是各種的身高體重 都可以使用 然後再加上它沒有扶手 所以呢可以減少你鞋靠啊 或者是歪斜等等 就是這種坐姿不良的姿勢 那它的價格呢 還是一般人提供學椅的六分之一 維持正確的坐姿 不需要花大錢 那Roy Chen呢 都同時提供彈性使用的正極坐墊 攜帶方便 那上班的時候不能選擇椅子 買好椅子呢 放公司要太上荷包 只需一千多塊錢 就可以讓你的辦公椅升級 坐姿端正做得穩穩穩 現在來點擊我們資訊欄連結下單 有品牌限定優惠喔 使用FB Line手機號碼登入 新招架的聽眾呢 享有低至五二折的優惠 還可以加購同品牌Roy Chen 陶瓷不沾鍋鍋具 三三折優惠 是不含鐵符龍等有毒物質 專利認證的多功能鍋具 在這邊謝謝我們的乾爹 Roy Chen 接下來進入到夢遺落的新聞 欸你沒有覺得夢遺落的新聞 這個名字哪裡怪怪的嗎 你在講夢遺喔 不是啊這誰都知道啊 你是覺得我是製造嗎 不是啦 因為這不是一個很有名的梗嗎 夢遺落在哪裡 香港還是什麼的 你知道這個 你不知道這個 那你知道那個誰 他們科斯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叫夢遺落戰盡 真假啦 沒有啦叫遺落戰盡啊 但是我是做夢的話 就是夢遺落戰盡啊 有啊之前有一個報紙的文章 然後他的標題就是寫 我的夢遺落在摩洛哥 我的夢遺落在摩洛哥 所以我這一個 我的夢遺 我的夢遺落在摩洛哥 落在摩洛哥 這個也知道 所以我這一集是以這個為標題 夢遺落的新聞 一批一彎 因為之後可能還有一批二三四 第一則新聞呢 就是要講說 之前台東縱谷 有一個小學家長 他們就連署說 要把他們小孩的英文老師換掉 然後原因之一呢 是因為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要教小孩 Flower這一個英文單字的時候 他就教小孩說 你們要怎麼寄這個單字 你們就寄 輔老二喔 這個梗你知道嗎 我想有30年以上的歷史 我覺得應該台灣人 這台灣人共同回憶 我小學的時候我上英文補習班 我覺得何佳仁梅雨 何佳仁梅雨還在嗎 在啊在 還在是不是 我要跟何佳仁梅雨說一聲 抱歉齁 我知道你們現在一定不會這樣教 但是我們當年呢 那個老師真的就這樣講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就這樣講啊 這是弗老二 但那時候你們聽得懂了嗎 小朋友超愛的好不好 而且我們那陣子 在學校也會講 欸 弗老二 弗老二 這些家長就覺得 老師這樣子教很不得體 但新聞是寫說 其實老師在教學的當下 聽得懂的孩子哈哈大笑 聽不懂的還問 弗老二是什麼意思 家長整個戲詐 家長呢就寫成型書 透過縣議員要求這個學校 要把英文老師換掉 然後他們就說 喔 小孩都很懷念 以前的英文老師啊 都會設計很多遊戲 讓他們學單子 現在我們的小孩 都不喜歡上英文課了啦 因為現在的老師 都用英文講課 他們也聽不懂啊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 家長要求要測換 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因為老師 用弗老二教學 然後二是現在的老師 都用英文教課 然後他們的小孩聽不懂 後者怎麼聽起來 好像很厲害欸 對啊 對 這不是台灣人最愛雙語教育 對啊 我心想說 後面那個很強欸 我覺得我以前國中的英文老師 叫他用全英文教學 我猜他做不到欸 哈哈哈 你很瞧不起你 國中英文老師 就是 沒有不敬的意思 可是他們也不過就是 師範大學畢業 然後 然後 師範大學是很好的大學 對 但畢竟都不是英文母語使用者 不是英文母語使用者 對 所以你剛剛講說 用英語教學 哇靠 真的假的啊 這個跟美國學校一樣 對啊 以為自己是什麼 陳芳語嗎 吳佐遠 吳佐遠 不可能啊 本來讀一般的小學 變成美國學校 這不是升級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 嗯 偏奇怪 但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這是個兩難啦 因為我不在那個教育現場 啊我也不是那個地方的家長 所以我不好幫他們說話 我覺得本來呢 跟議員陳芹 就是說我想要換一個老師 或者是我覺得哪個地方做的不好 本來就是一個 怎麼講 大家的權利啊 可是我也要坦白講 我是做過市議員的人 嗯 有沒有一些市民的陳芹呢 其實 根本就是交往過正 嗯 然後或者是自己想太多 要求換老師的陳芹 其實很常出現 喔 可是有時候其實我們也會 蠻為教育現場的人員呢 感到 很難過啦 對啊 因為也許有些人 不是那麼的完美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真的可能還不到說 一定要去抗議 把它替換的一個程度 沒錯沒錯沒錯 那有時候可是家長真的是很怕 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線上 所以於是就會 積極的表達各種這樣的意見 嗯 可是坦白說啊 全台灣這麼多的教師齁 你是真的覺得你換到了下一個 就會更好 就會更好嗎 有時候我覺得真的也是不一定 對啊 有時候是家長很難被滿足吧 對 可是問題是也有可能真的情況 就是這個老師真的很壞 嗯 譬如說上課都在講一些烏言蕙語 我覺得夫好餓 在 我也許齁 也許是我的毛病 因為我是80年代過來的人 我小學時代是在80年代 嗯 這根本在80年代沒什麼 這還好吧 而且真的可以幫助記憶 為什麼不一樣 但是你也許現在的這個道德標準 會覺得說 你不要跟小孩講這些 哦哈 啊我覺得你人的時代本來就是要進步的 嗯 所以也許齁 這個也是有些可以檢討的地方 好悲 好悲齁 但是我是覺得齁 這個應該也是屬於講就好的事情 對啊 但是因為 經文下面還有說呢 就是誠情書的內容呢 說這個 英文老師很常在學校裡跟其他老師吵架 常常突然 早上的傳簡訊 臨時請假 讓行政團隊也很傷腦筋 有一次呢 學校的組長呢 勸這個女老師呢 不要亂丟垃圾 結果呢組長呢 反而被這個英文老師罵說是高級硬招女 那可能這個老師是真的有點難纏啊 沒錯沒錯 就感覺扶老二子是一個其中的一個延伸出來的 但我要講還是不太確定是怎樣啦 不在那個現場 所以就要現場的人包含那個市議員自行去判斷 沒錯沒錯 沒有要任何披名的地方 而且因為你說這是夢遺落的新聞嘛 夢遺落的新聞 所以這件事情可能發生的時候 這問題要解決了 對對對 所以不干我屁事 這只是一個曾經存在的一個新聞 這讓我想到其實我們以前那個年代的老師 超愛在上課的時候講一些沒有意義的話 例如例如 譬如說我記得我高中有個數學老師 他說數學老師喔 他有一次就一走進教室 沒有任何理由 他起頭第一句話就說 你知道 人 生活真的很辛苦嗎 走在路上 一根老二在那邊垂著 然後晃來晃去的 真的是很辛苦 什麼意思啊 沒有邏輯你知道嗎 他就突然間講說他的老二很長 一根垂在那裡晃來晃去的 你說高中是建中 他見過中學 老師overshare 對 他就突然間講說自己老二很長 他感覺在建中講這個還好吧 因為大家老二都垂在那裡 大家都覺得說老師我也是 我老二超長的垂在那裡 像鐘擺一樣晃來晃去的 真的好辛苦 如果是在北一女講這個 感覺就是會被家長提到 但在建中感覺不會 建中其實下面就是一團起哄啊 沒有人會去抗議老師啊 我跟你講在建中 我覺得老師真的是都偏怪 譬如說我記得我以前的那個李化老師啊 上課都沒有在講課文 都在講說國民黨如何迫害他 蛤 所以我們最後都只能自己自修欸 好爛喔 欸有欸有這首老師啊 因為可能那些老師都覺得說 反正建國中學的學生你們自己會念 所以上課的時候真的隨便講 也沒差你知道嗎 沒有不敬的意思 建國中學還是有非常優秀的老師啊 可是我當年真的覺得有很多老師 他是抱著一種就是 啊沒關係啊 你們靠自己就好 喔好像也有欸 所以上課的時候 比較認真一點 他會講一些課外的東西 對對對 我以前的這個國文老師 他就是上課的時候很喜歡講一些課外讀物 他就覺得說 啊課文你們自己不會念喔 我要啟迪你們的心智 來 我跟你們講一些這個社會的道理 其實這個也算是另一種收穫 另外一種收穫 然後我記得以前國文老師 上課第一件事就說 來大家先給我趴在桌上齁 睡15分鐘 我看你們年輕人需要發育 蛤? 不用上課先睡覺 然後睡了15分鐘起來就說 不然我們來看電影 什麼意思 春風話語 春風話語 都不用備課 很爽欸 但是我以前有遇到那種非常積極的老師 不僅課文要教完之外 他還印了一大堆的補充講義 然後補充講義也全部都講完的那一種 反正就是一節課 以前是幾分鐘 40分鐘還是45分鐘 是非常紮實的 從上課第一秒到最後一秒 你都在做筆記 有這種非常紮實的老師 那我這邊補充一個建宗相關的新聞 在愚人節那一天 建國中學有多名的高三生 在學校的南側彰貼一個公告 上面寫請同學不要在廁所內滋味 讓廁所的清潔人員不堪其擾 然後也違反建國中學的學校校規 這個新聞最早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以為那個是建國中學真的校規 因為有人把那個廁所的校規照片流出去 而且裡面的內容很荒唐 他說精液會堵塞那個水管 對對對 什麼廁所清潔人員常常在馬桶邊緣 發現乾掉的精液字 然後說什麼 長期暫用廁所 真正集了上廁所的人會沒有地方上 然後水管呢 不是為了處理精液所設計的 大量的精液會堵塞水管 因為這怎麼講我也是打手槍打了快50年 你知道嗎 沒有50年對不起 因為我是沒有從小開始打 50年你甚至出生前就在打手槍 對 不可能 我想一下 30幾年 打手槍30幾年的經驗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就是肺腑之言 那個馬桶是不會堵塑的 對啊馬桶怎麼會堵塑 大便都可以下去 精液下不去 對啊精液是有多黏 黏糊糊的 還是說他們有生命 他們會死巴著那個水管 我不要下去 他們跟水晶寶寶一樣會堵塑馬桶 他會漲大 他泡水會漲大 現在的新聞發生在中國 之前在中國重慶有一間地鐵的車廂裡面 然後有一個媽媽呢 她就是懷疑說 因為那媽媽跟她兒子一起搭地鐵 但那個媽媽呢 她就懷疑說自己的兒子呢 被一位車廂內的女乘客偷拍 所以那個媽媽她就大聲地斥責那個女乘客說 拍什麼拍 然後那個女乘客就反問說 你兒子帥嗎 又沒有拍到你兒子 然後這個女乘客就說 她自己呢只是在拍那個車廂的站牌 可是這個媽媽她就不聽解釋 她就大聲地問那一個女乘客說 我兒子好不好看 我兒子好不好看 什麼啦 她兒子是嘚嘚 就是嘚嘚就好看 那這個媽媽的行為比較像張嵐 我兒子好不好看 然後那個女乘客 通常來講我覺得這樣的兒子 其實有可能不是那麼好看 媽媽通常有點自以為的成分 喔對啊 我覺得張嵐也真的有可能覺得她兒子超好看 我兒子的T-shirt 皺皺的 這T-shirt就皺得有型啊 上萬把塊啊 然後這個女乘客她就是傻眼 她就是會說 那妳說我拍妳兒子要幹嘛 然後因為她這個就等於說 有一點像在挑釁那一個媽媽 問說我兒子好不好看 這句話嘛 那所以那個媽媽就一氣之下 她就拿起自己的水壺 然後砸那一個女生的頭部 結果造成那一個女生的頭流血 重點是後來那個媽媽的兒子 她看到之後她就立刻擋在她媽前面 什麼意思啊 她兒子真的帥欸 她兒子帥啊 擋在她媽前面 然後她還拿衛生紙幫那個女乘客直血 然後還安撫女乘客 這什麼 天赤良緣 這是偶像劇的開場欸 對啊 這真的是偶像劇開場啊 該不會其實這段從頭到尾就是張嵐的故事 張嵐的起源故事 本來不帥都變帥了 結果當下大S就是覺得 那個男的叫什麼 汪小菲 汪小菲覺得汪小菲 喔汪小菲原來是個溫柔的男人 殊不知瘋狂是會被遺傳的 瘋狂激營瘋狂激營 接下來是2023年的新聞 美國的西點軍校 不是那種做甜點的 是不是很多人以為西點軍校是做甜點 怎麼可能 有欸 有真的有 聽眾可以留言 一定很多人第一次聽到西點軍校 會以為他是做甜點 我小學的時候就知道西點軍校 西點軍校是美國有名的軍校 我的天啊 他是很高級的軍校 那種意思嗎 他不是當個什麼普通大兵啊 西點軍校出來都是要做事的啊 不是做草莓蛋糕 不是做草莓蛋糕 保家衛國 保家衛國 我小學第一次聽到西點軍校 我腦中就冒出很多什麼草莓蛋糕啊 然後一些甜點啊 司康之類的畫面 所以意思是說 其實有個職稱叫西點上校 超級 西點上校啊 其實超級會做甜點的一個上校 藍帶主廚 跟肯德基的上校 然後呢 並稱美國飲食界的兩大 兩大上校 對 一個是做炸雞的天王 一個是做甜點的天王 聽起來很厲害 反正2023年呢 在美國西點軍校 他們就有開一個直播 然後直播內容是 他們要開箱一個 封存200年的時空膠囊 搞了一個大非洲章 結果打開了之後呢 發現盒子裡面根本就是空的 就是盒子裡面除了泥土的碎屑之外 什麼都沒有 一陣空虛這樣 但是之後呢 他們有從那個附近的泥土裡面 有挖出好幾枚那種 美國的硬幣跟紀念幣 然後後來呢 就是有負責的團隊就有分析說 應該是因為土壤的水分跟降雨等等 環境因素啊 然後導致呢 盒子裡的物品是不敵時期被滲透 所以時間一久呢 就被侵蝕掉這樣 因為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 像他不是說有在附近挖到什麼 金屬硬幣嗎 對啊對啊 雖然不是那個硬幣不是放在那個鐵盒裡面的東西 盒子 但是問題是呢 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一百年或兩百年的東西 它是金屬製的 它是有機會可以留下來的 沒錯沒錯 這跟材質有關係 那所以在那個裡面放了兩百年 然後就被腐蝕到變成一片沙土了 那個會是什麼 紙嗎 我覺得有很高的機率就是紙 有的人寫上一張紙條 給兩百年的未來人 所以我想要跟你講齁 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變得更好 美國統一世界了嗎 之類的 類似像這樣的話 三體三體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對啊 所以如果你要埋時空膠囊的話 不要埋紙條 對 以前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埋過時空膠囊 就以前學校小學會有一些實驗課 然後老師都會說 大家寫一封信給十年後的字 幾十年後會寄到你家裡什麼的 根本就沒有收到 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是我也的確沒有任何印象 對啊 有人跟我說我們去挖時空膠囊 或者是說有人寄給我 沒有 真的沒有啊 學校都會跟你說十年後會寄到你家 根本就沒有 我發現其實我們的這個節目呢 也有一些比較年輕的聽眾 譬如說有一些國中生 他會說 我都在聽你的節目 雖然我覺得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但我想要跟這位年輕的朋友講 就是說 如果你們老師跟你講說 我們來買時空膠囊 我會寄給你 不要再相信這種話 他們都在騙你 你趕快用手機把你時空膠囊 到底寫什麼自己存起來 這十年後再回來看比較有保障 因為我後來又找到一則新聞 然後讓我覺得這一個 西點軍校的直播 的盒子裡面沒東西很奇怪 是在鋪欄有一個三百年的 時空膠囊被發現 打開之後發現裡面有硬幣啊 然後簽作的子彈 還有寫著拉丁文的文件耶 所以代表紙可以被保藏嗎 所以會不會西點軍校那一個 時空膠囊根本兩百年前 就沒有放任何東西 他其實是惡作劇 惡作劇 但我覺得會不會是惡作劇的成分居多 因為波蘭那個三百年文件 都還可以留著 西點軍校那兩百年什麼都沒了 或者是一百年前 西點軍校的軍官 因為年輕人就是比較調皮 他們說我們來把那個時空膠囊挖出來 挖出來 然後被截壺 然後他們挖出來之後呢 他們現在還表框放在家裡面 當作是傳家之寶 然後他們就當時 就想說我們把他再買回去 一百年後的一定會笑死 下一則我講的另外一個 跟硬幣相關的新聞 這是今年的新聞 就是印度有一個26歲的男生 他可能是健身狂吧 然後他就相信說 這曲心有助於健身 所以呢 他就吞下了很多硬幣 他吞了硬幣之外 他還吞了磁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希望可以把硬幣吸在身體裡面 不要被排除 印度人是不是對這件事情有一些 奇怪的崇拜還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看過很多印度影片 都是那種什麼身體可以吸磁鐵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是印度 哈哈哈哈 你說COVID-19期間 就打疫苗可以有磁力這樣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記得蠻多看到 應該是印度人的影片 有啊 他們就拿什麼菜刀說 喔我吸住了 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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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心想說靠北喔 然後現在他們是覺得說 這東西是很屌就對了 對 健身 健身 摄取心 可是你知道 摄取心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邏輯的耶 是蚵仔可以壯癢 蚵仔可以 對 因為心是可以壯癢的一個物質 然後其實有很多的AV男優 也都會定期摄取心 真的喔 而且你知道它具體的一個效應是什麼 就是精液會變濃 嗯 嗯 就是因為 你就是露出了噁心的表情 真的噁欸 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 農要幹嘛 會阻塞馬桶 哈哈哈哈 太老會阻塞馬桶耶 不是 是因為AV男優 有一個工作上的需求 喔 要視覺看 對 就是因為 你可能比較沒有看AE片 你如果看AE片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AV男優 有的時候會有幾種情況 比如說 到了最後的結局 他們會要表達出 就是我真的有完成射精這個行為 因為大家會覺得這才表示有始有終嘛 嗯 所以大家會想要視覺化的看到精液 精液如果射出來 就是最後射出來是一點點 或者是用流出來的 噢 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靠 我等了半天 爛尾 對 想要看個大場面 喔 結果就看到流出來幾滴 然後呢半透明的東西 嗯 太遜了吧 噢 虎頭蛇尾 對 虎頭蛇尾 大家想要看有顏色的 噢 濃稠的 然後大量的 噢 這樣射出來 噢 Yes 表示你很爽 那個是一個視覺上的震撼 噢 職業要求 職業要求 所以他們會大量的攝取心 嗯 欸 那我問你 你有在看PonHub嗎 不太有 為什麼問 你知道PonHub的影片有片頭音樂嗎 就這個噔噔噔 你竟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啊 因為那個是個很重要的謎音好不好 但是 因為我前天看到 美國Ready論壇上 有一個人就提出一個疑問 他就說 我洗澡的時候突然想到 PonHub有片頭音樂 但是卻沒有片尾音樂 然後底下就有很多留言說 你居然有看到最好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底下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看到最好 他們就說 誰在乎有沒有片尾 根本不會看到片尾 所以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片尾音樂 ok fine 因為PonHub的影片片長 我印象中都比較偏短 那二三十分鐘 是喔 然後因為他們很多 有時候什麼素人的啊 或者是說他們把專業拍攝的影片 然後只截取部分 因為他希望你去 線上去看他們 就是完整版嘛 通常完整版的A片有多長呢 大概可能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假設看A片 以男生的角度來說 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要自衛 或者打手槍 你有可能 打手槍打一個半小時嗎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情況是 我找到一個精彩的片段 直接拉過去 直接拉過去 然後接下來你會再 五到十分鐘 因為我是覺得 除非有一些身體上 有些狀況的人 不然一般人都是希望越快結束越好 因為你又沒有什麼 你有需要在那邊培養這個感情嗎 不需要跟你的機器培養感情欸 你只是要得到那個結論 他只是一個耳垂在中間 對啊 而且你以為建中的下課時間有幾分鐘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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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十分鐘設不完 你要怎麼在你的公共廁所打手槍 你沒辦法 所以要善用時間 對 所以要善用時間 所以五到十分鐘而已 當一個片長有將近兩個小時 然後你只需要其中十分鐘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看得到片尾 你永遠看不到 真的耶 對啊 所以把A片完整看完的男生是少數 對 他們是藝術家 A片幹嘛要這麼久 就為什麼A片不能推短影音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我覺得 也許未來可能有機會 可以搞短影音這個邏輯 短影音一直都存在 大概五年前八年前吧 其實你有過一個 紅極一時的平台叫VI VINE 這專門就是講十五分鐘的短影音 為什麼當年的VI不會紅 當年的VI短影音的做法 跟現在做法 其實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很多人之所以在看網路影片 是為了要幹嘛 譬如配飯吃 如果你今天是配飯 你要大概也需要個十五分鐘的片 那短片的話 你看一分鐘或十五秒 馬上就要換下一片 你一直手動在那邊點 不是很麻煩 可是你看 現在新的短影音是怎麼樣 它會自己跳 對 它是一直自己輪播下去的 所以突然之間它變得怎麼樣 好像也沒差 我就真的也是消磨時間 它消磨時間的感覺 它體感的時間 也會突然變得很快 一下不知不覺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 消磨時間的方法 如果今天是五年前你在那邊討論說 A片要不要來短影音 你會覺得好像不可能吧 誰會看一分鐘就解決 可是現在仔細一想 嗯? 是不無可能的 你只要一直輪播好像也可以 對啊 講回這個硬度健身男 反正他就是為了要健身 然後他想說要攝取心 所以他就吞了很多硬幣 然後還吞了瓷鐵 希望把這個硬幣吸在體內 結果他經歷了二十多天的劇烈肚子痛 嘔吐以及無法進食之後 他在家人的陪同下來到急診室就醫 然後經過掃描跟做了各種檢查之後 發現說他肚子裡面堆滿硬幣 而且瓷鐵已經把他小腸的不同環道都吸在一起 所以他的小腸也堵塞 反正後來就是經過兩個小時的手術 把他所有的硬幣跟瓷鐵拿出來 然後經過一星期的觀察 他後來也是出院這樣 然後下一則新聞就是金卡代山的新聞 可是也不是跟金卡代山本人有關係 明明就有關係 明明是金卡代山的新聞 金卡代山還不是重點 這才是最荒唐的地方 這有什麼重要 但我覺得這新聞好荒謬 反正就在2022年就是 12月31號 對2022年的12月31號 在美國堪薩時辰 有一個人她叫做Nina 當天是跨年嘛 所以Nina就跟她的朋友們去慶祝跨年 結果跨完年結束的時候 Nina就叫一輛計程車要回家 可是她在等車的時候 她附近剛好爆發了街頭槍擊案 Nina就很不幸地中了四槍 膀胱破裂骨盆裂開 然後肚子裡還有一顆子彈 然後後來呢 她在抖音上面傳了一段影片 她就解釋這個實踐 她就說呢 你們知道嗎 金卡代山救了我一命喔 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呢 我其實呢 在我的洋裝裡面 還穿著Skims的緊身衣 Skims就是金卡代山的那個 一個服裝品牌嘛 然後就她主要是賣一些內衣內褲 然後緊身衣之類的 她就說 我裡面穿Skims的緊身衣 多虧這個緊身衣很緊啊 才讓我沒有失血過多 然後她之後就還說 我會再多多買幾件Skims來補貨 我之後考慮每天都要穿Skims 我先問一下 Skims的那個緊身衣啊 它是連身的衣服嗎 其實應該是都有 也有那種可能只有肚子的 或是是那種一件式的 或者是長得像內衣的形狀的 因為她受傷的地方 基本上都在下半身 對 什麼骨盆啊 膀胱啊 對 就是下半身 我心想說緊身衣是幫到三小 哈哈哈哈 也有可能是那種褲子的 褲子的是不是 有可能會收到肚子 然後就是 壓得很緊 對對對 有可能是這一種 因為其實的確有一種說法 不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當你受傷的時候 對 所以你其實可以透過壓力 來讓她止血 沒錯 所以她意思就是說呢 她的這個褲子太緊了 緊到居然可以用壓力來止血 對 才讓她沒有失血過多 所以她就是說 哇 金卡單身這個Skims 這說法真的是有道理的嗎 我不知道 我有點難以理解欸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你假設今天你會流血 是表示有外傷 沒錯 那個槍直接打進去 那打進去的那個地方 應該也是穿過了那個緊身衣 沒錯 所以緊身衣已經破坑了 對 她不要怎麼壓 然後她往下壓 照理一下是壓你的那個傷口 對不對 阿沒有 你傷口就是在一個沒有被壓的地方 對啊 阿你是在壓三小 沒有 她就在扭啊 你到底在腦啊 對啊 其實我也是覺得這很奇怪 因為緊身衣被槍射破了 她彈性應該就是鬆了啊 通常來講 我們所謂的就是按壓式的止血 我們是指說你要把那個傷口破坑的地方 給她直接往下壓住 對 用動脈 甚至於把它塞住 因為如果裡面有動脈或靜脈的話 其實你可以透過一些材質 譬如說 有那種止血紗布 她本身就會就把你的那個血管給堵住 對 她會填充起來 造成那個止血的效果 阿問題是 你那個衣服就是破坑啊 就是破坑啊 就是破坑啊 就沒有那個效果 所以這個影片很奇怪 我覺得她是不是想太多 我覺得她想太多 而且她之後還有說 為什麼會這麼巧呢 當天我剛好穿著Skimes緊身衣呢 當然有可能就是命運的安排 或者是耶穌的保佑 但我會說 是金卡戴三救了我 我覺得她就是金卡戴三老犯 我跟你講 這個說法根本不合理 你看她說 也許是命運 也許是耶穌 但是我覺得是金卡戴三保佑我 我問 她有沒有感謝她的醫生 她沒有感謝她 她覺得金卡戴三 幫她 幫你叫救護車 救護車上面的急救人員 還有在醫院裡面的醫生 才是救你一命的那個人 對啊 不是金卡戴三 醫療人員看了這個短片苦哈哈 他們想說 我付出這麼多 下次你要受傷的話 你送到醫院去 然後那個醫生會講說 欸 上次那個來了 她就在她耳朵邊講說 叫金卡戴三救你 而且因為她說 可能是命運 可能是耶穌 但我會說是金卡戴三 等於她把金卡戴三 放在耶穌跟命運之上 我真的打發瘋 這到底在講什麼 很讚 Jesus Jesus 那金卡戴三是 要被那個教宗追封為聖人 對啊 她照這個邏輯 再來的新聞呢 是西班牙的一個新聞 就是西班牙有一位同志士議員 他叫做Daniel 他因為覺得 Daniel Gomez del Barrio 我亂唸的 我其實不知道要唸的對不對 反正就叫他Daniel 才不會出錯 不是 你Daniel是英文的唸法 搞不好他們其實是Daniel 喔 Daniel Daniel 而且我反而覺得 後面那個字 我覺得我比較應該不會搞錯 應該是Gomez吧 因為Gomez 我們覺得這個姓我是聽過的 Sorry Gomez 他是Gomez對不對 那Gomez 然後反正這個同志士議員呢 因為捲金 桃色風波 然後自請辭職 為什麼呢 反正就是 這個Daniel 他其實是屬於西班牙的工人社會黨 然後工人社會黨呢 這個黨的黨魁 目前是擔任西班牙的首相這樣 這個Daniel他其實在當地的市議會裡面 是擔任青少年跟家庭事務部門的負責人 可是今年二月 在社群網上跟社群網站上面呢 突然出現了一段就跟Daniel有關的不雅的影片 然後其中一支影片的內容呢是 Daniel呢他裸體躺在地上 在幹嘛呢 他正在吃他的大便 這不就是我們之前曾經講過的快樂小豬嗎 快樂小豬 快樂小豬 快樂小豬本人耶 西班牙快樂小豬 那個時候他不是有講說那個快樂小豬 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曾經我們講過說 然後據說有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呢 在跟這個同志約炮的時候 然後要求對方坐在他的臉上面 然後拉死在他的身上這樣 那個時候 據當事人的描述說他感覺 他在他自己的大便當中打滾 就像是一隻快樂的小豬 但是我們沒有透露這是哪一個政治人物 你知道那個事情 其實是後續的 後續就是有很多立法委員 還有一些立法院的助理 都開始在猜是誰 政治圈的幕僚都打電話給我 問說 邱瑞姐 你跟我講那個快樂小豬到底是誰 不行耶 我只能講說這個 這個無可奉告 無可奉告 無可奉告 如果快樂小豬有在聽我們節目的話 你的秘密在我的手裡面 我保存得很好 請你不要害怕 我不會把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是私人的問題 好 對 這真的不能亂講 真的不能亂講 只是我也沒那麼喜歡你 所以我就 你不行 你不能給太多線索 對 大家會知道是誰 好 我不要再講了 但是呢 其實你看 也是私人員 對啊 有你的同胞欸 好好笑 我西班牙的同事 他快樂的伊比利小豬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高級喔 他伊比利小豬 我們台灣人是快樂黑豬 快樂黑豬 黑毛豬 快樂黑毛豬 他那個是快樂的伊比利小豬 哇操 你講很厲害 等級太高了 要花很多錢才吃得到 然後 反正就是有這麼一段的影片的內容呢 被揭露出來 然後甚至呢 還有一個法國的新聞報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西班牙的私議員的事情 会被法国的新闻报导爆出来 反正就有一个法国的新闻报导说 Daniel他之前有曾经表示自己 其实他这个表示应该不是什么公开声明 有可能是他其他的影片里面 他有自称说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被暴露 可以被羞辱 可以被贬低 还有说自己喜欢吃屌 然后想要当小便池 然后说自己是性爱奴隶这样 我先讲一下这个 我是很爱看A片的人 这个主题啊 是属于那个已经超过 我平常审美上能接受的类型 你说跟Naking Baby一样 对这超过了 新班牙的国家广播电台就有说 Daniel在照片跟影片外泄之后 又跟警方报案 然后警察也开始调查 据说Daniel他在事件爆发出来之后 他非常正常的出席了 当月的市议会的会议 然后当时事件还没有扩散 可是虽然说2月事件还没有扩散 可是到了3月 有更多Daniel的照片都被传播 这导致Daniel任职市议员的这一个小镇 就那个小镇大概有3万多个人 居民们都开始把这件事情当作是 差于饭后的话题 也就是说到3月份 这个话题已经爆发了 这样 我虽然常常呼吁大家 多注意公共事务 然后不要讨论一些 就是没有营养的八卦 因为真的 无关他人啊 但是因为这个新闻 其实我摸着良心讲 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话 我大概也是讲爆 因为这个有一点太震撼了 太荒唐啊 真的太荒唐 而且后来呢就是 为什么那些影片流出来 大家可以确定是Daniel这个人 其实是因为呢 在后来有流出了更多的照片里面 不只看得到Daniel的裸体 影片里面还看得到Daniel的 市议会的识别 所以这根本就是 这一浅打下去了 你拍自己自拍这种片就算了 那我先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有很多层次 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说 我会遇到这么荒唐的时候 我一定会讲爆 讲爆这件事情呢 其实应该是说 我不一定会在新校里面聊这件事情 就是会跟朋友 那我跟朋友一定是聊到爆 因为这实在太好笑了 但是问题是呢 他这个流出影片 应该也不是自己刻意流出 对 他感觉就是被流出 他是被流出 所以严格说起来 他算是受害者 因为如果他今天呢 没有任何 比如说违法的行为 他单纯只是在享受 个人自己比较独特的心理 就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事情 其实是不需要去讨论 但是每次这个时候 就又要讲说 实务上来看 他再怎么讲 也是一个市议员 然后呢 如果他今天要从事像这样 他自己也应该知道 只有高危险性的一个行为的话 那我觉得他应该要抱持 更加谨慎的一个态度 甚至不应该 留下任何影片 然后我觉得他会想 选择留下影片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已经犯下了错误的一大步 而且还有市议会的识别证 我就问 是真的有必要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 会拍到市议会的识别证 虽然说他是一个 我觉得很值得同情 但是其实我又没有 很同情的一件事 所以他在处理上 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而且因为我觉得敏感的是 刚刚前面有讲到 Daniel的这个党的党魁 是西班牙的首相 然后除此之外 Daniel在市议会里面 担任什么部门的负责人呢 是青少年跟家庭事务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其实他整个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大家吓坏 就第一他是青少年部门的负责人 第二他又是西班牙首相 目前所在的党的市议员 这跟他的同志性倾向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没错没错 反正后来呢 就是在整个事件爆发 所以呢 今年的三月 Daniel就是自请辞职 然后辞职之后呢 他也搬离了 跟他爸妈一起住的家 Daniel的爸爸 其实是一位前警察 那为什么说前警察 其实是因为 他爸在今年的二月 就是Daniel的照片 跟影片泄露出来之后 他爸就去办退休了 对就是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小猪 其实我觉得这等于一口气 集成了非常多人 没错 这个他第一个 他其实因为 呃 他发生像这样的丑闻 所以就算名誉指他个人的行为 可是他的党一定会 因此大受抨击 没错 然后他自己呢 本身辞职 那他辞职之前呢 本来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可能和乐融融 但这个时候呢 他不得不黯然离开 因为我相信他家里 可能也发生了 非常大的一个争执 所以其实 真的 我觉得大家做人做事 还是小心一点 没错 真的 呃 最后一则新闻呢 要讲的是 英国的蝸牛的新闻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讲 这一则新闻 其实是因为 凤林吧 好像在五月底会举办一个 什么蝸牛的那个跑步比赛 就是你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前一阵子他就是在接受 那个蝸牛报名 接受蝸牛报名 蝸牛是人还是蝸牛 蝸牛的主人要去帮自己的蝸牛 有人在养蝸牛 怎么会没有 都有人在吃大便了 没有人养蝸牛 你咱过去还吃蝸牛 因为我认识很多养怪虫物的人 譬如说养飞鼠的啊 然后养蛇啊 养爬虫类的啊 荣源啊 这我都还蛮可以理解 蝸牛到底是 不会啊 什么都有人在养吧 蝸牛可爱的点在哪里 可以养乌龟不能养蝸牛吗 都很慢啊 那你有觉得养乌龟很乖吗 不会啊 那为什么养蝸牛就很乖 你知道你会觉得 乌龟看起来就是 好像很迟缓对不对 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 就是有一个主人在摸那个 乌龟的背 然后你会有龟壳 可能很厚啊 保护自己啊 是一个保护自己的硬壳 所以应该是没感觉的 没有它越摸 很明显的那个乌龟 就露出很爽的表情 然后头越抬越高 就像那个 那个波奇的龟头一样 越摸 然后头就挺得越 越高这样 不是这跟乌龟很吃坏 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是说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原来它的那个龟壳 是有感觉的 有啊有啊 龟壳不是是那个乌龟的兽器吗 对所以 后来其实也有人拿这件事情去 呼吁一件事 就有些人觉得说 因为乌龟壳很硬 然后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那个反正本来就是它的壳嘛 我在上面刻字是不是 或者是搞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觉得说反正它不会在乎 没有它们在乎 对啊 它们会痛 它们会不舒服 对对 就好像有些人会去拿那个小刀 磕那个树皮 他会以为说 树皮应该没差吧 没有 你知道吗 你只要把树皮穿破 它的那个水分就无法传递 对啊 如果你要让一个树死掉的话 就是你帮它划破一圈树皮 它就死了哦 因为它喝不到水 它喝不到水 所以不要在那边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没错没错 反正这个新闻呢 我要讲的是蝸牛的新闻 就2017年呢 英国有一只蝸牛 它非常的有名 它叫做Jeremy Jeremy 它是世界上最悲情的蝸牛 那要先从这个Jeremy的构造开始讲起 因为这个Jeremy 它的外观上呢 虽然说跟一般的蝸牛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因为它出生的时候 就有罕见的基因突变 所以呢 Jeremy它背上的那个螺纹 它背上的螺纹 是朝逆时针的方向转 也就是说 它是左旋壳 可是一般正常的蝸牛是右旋壳 然后因为跟一般的蝸牛相反 也就代表说Jeremy 它身上的性器官也是跟一般的蝸牛相反 这个设计会妨碍它跟别的蝸牛交配 所以呢 后来就是有研究人员 他们就觉得 Jeremy这样太可怜了 都不能交配 不能翻野下一代 所以呢 他们就在网路上发起了一个 全球征婚行动 然后就说 各位蝸牛爱好者 或者是你有在做相关研究的人员 如果你身边也有左旋壳的蝸牛 看能不能送来 然后让他们彼此配种这样 所以呢 因为这一个征婚行动呢 让Jeremy突然变成很红 他变成蝸牛界的明星 后来呢 英国的那个萨福克郡的蝸牛爱好者 就送来一只有类似罗文的蝸牛 然后接着呢 从西班牙的马约卡岛的农夫 也提供了一只 一样是左旋壳的蝸牛 这两只蝸牛呢 都有机会呢 成为跟Jeremy可以就是 交配的这个伴侣 对 结果呢 没想到呢 事情的这个发展急转直下 英国送来的蝸牛 跟西班牙送来的这两只蝸牛 他们后来呢 居然在一起了 然后他们还生了小孩 才生出了一百七十只的蝸牛宝宝 不知道这些蝸牛宝宝 是不是也是左旋啊 不是不是不是 生出来都是右旋 就新闻有特地说 即使是两只左旋壳的蝸牛 生出来的也还是右旋壳的蝸牛 这样 但是呢 在这新闻出来呢 就立刻呢 让Jeremy变成了 世界上最悲情的蝸牛 因为本来是两只送来 都要跟他交配 结果没有人要跟他交配 反而他们两只自己交配 这样 据说呢 单身的这个Jeremy呢 他坦然接受自己 好人叔叔的角色 这新闻自己给Jeremy加息 我是不知道 因为他这里面有几个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是 他们说这个蝸牛 发现他能够坦然接受 他是怎么看出来这件事情 对 你有去测试他的那个心率吗 或是他有跟他讲说 我觉得 我祝他们幸福啦 找屋沟通时吧 找屋沟通时 我是说 Jerry说他祝他们幸福 Jerry说自己可以当叔叔 帮忙照顾蝸牛 那反正后来呢 就是这个研究人员就说 这个Jeremy呢 跟他朋友们 生出的这个蝸牛宝宝相处融洽 没有 我有点不懂 就是说 因为如果今天是在一些 在进化上来讲 比较高阶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黑猩猩啊 他如果在一个群体当中 比如说有一个叔叔 一个好人叔叔 表现出对其他的 这个比较小的黑猩猩呢 的观照 观照 你会比较看得出来 从他们的可能 比如说喂食啊 然后带他们出去玩啊 各种 你可以从行为上 可以感觉出这件事情 我问蝸牛 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直到相处融洽 他很可能就是 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 每天一定得互相经过 对 就是互相经过而已 他是怎能怎样 没有咬他吗 我不知道 反正研究人员这样说 我们姑且相信 他们的专业判断 当然研究人员也有说 Jeremy在他两个朋友 一起生小孩之后 他变得明显不喜欢照相 也不爱在镜头前白姿势 可能是还没有走出 这个情场败将的阴影 这全部都是他们讲 很棒耶 哈哈哈哈 那 蝸牛爬行的速度是超慢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如果你要拍他照片 他要闪避不给你拍的时候 他是怎么闪的 突然直接像闪电一样 咻就不见吗 他会慢慢闪 我不懂 而且这故事有一个 我觉得蛮神奇的地方 对啊 这牵测到 我对于蝸牛的生物特性 不是很了解 嗯 他是雌雄同体吗 我不知道耶 其实慢有可能的吧 因为你看哦 他都没有特别提 杰瑞他给了他一个 他说他是叔叔 又给他取了杰瑞这个名字 所以可见他预设他是一个男性 嗯 OK 那他这时候帮他送来了 他说两只蝸牛 对 一个英国的 一个西班牙的 他也没交代他们的性别 对啊 可是我们如果假设他不是雌雄同体的情况下 我预设他们两个应该是雌性 嗯 可是没想到他说 送来的两只 他们居然自己交配了 对啊 哎 你知道吗 这时候我突然间觉得 嗯 这是BL的世界观 哈哈哈哈 这是BL故事 呱牛BL 对啊 呱牛BL 哈哈哈哈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男的 嗯 他是杰瑞 比利 和约翰 哈哈哈哈 是耶 是三个大叔 三个大叔 然后最后比利跟约翰在一起 然后杰瑞呢 就是决定当一个守护他们两人 爱情的一个 一个好叔叔 就是那种 那种同次电影 说什么 我有两个爸爸 类似这种 之类的 哈哈哈 反正后来呢 呃 杰瑞迷呢 他就是后来 好像是在同一年的下半年 过世了 他就是死在这个英国 诺丁 死在寂寞当中 死在寂寞当中 然后得年两岁 他说他十一日死在那个 英国诺丁汉的自宅 不是我就问一个问题 他不是把家都背在身上吗 哈哈哈哈 什么叫蝸牛死在自宅 自宅是什么 他有他自己的家 哈哈哈哈 他就是他自己的家 还好呢 这个Jeremy过世前呢 有顺利跟原本送来 要配种的蝸牛交配 然后有生下56只 这个BL故事变复杂了 就他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大家都有生小孩 然后生下56只小蝸牛 可行呢 这个Jeremy呢 在小蝸牛出生后 不久就死掉 所以呢 他无缘见到自己的小孩 然后再加上这56只小蝸牛 都是右悬壳 所以呢 让Jeremy留下左悬壳后代的希望破灭 其实这也是Jeremy的期望 因为他希望这世界上 不要再出现像他一样悲剧的人物了 三角脸 他当时发现56个小孩 全部都是右悬壳的时候 他流下欣慰的眼泪 他慢慢闭上眼 再自在闭上眼泪 他说 幸好 你们没有人跟我一样 你们都可以顺利交配 对 然后这56只小蝸牛 因为都是右悬壳 又非常的淫淡 在那边 我们今天晚上 然后他们看到Jeremy的故事会说 爸爸 然后第二天就像了他们的妈妈 不知道 可能蝸牛可以这样 蝸牛可能可以这样 对好 反正以上就是我们的梦一落的新闻EP1 没有时效性的新闻 没有时效性的新闻 好啦 这以上是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到时告一个段落 拜拜 拜拜 在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 Roy Chen Roy Chen 优雅椅以及正极坐垫 是一个预购金额超过500万的Roy Chen新品 如果你家放不下那种一般的大型人体工学椅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Roy Chen 的优雅椅 而且它的价格是一般人体工学椅的六分之一 维持正确的坐姿不需要花大钱 现在点击我们资讯网的链接下单 有品牌限定优惠 使用FB9手机号码登入 新造假听众享有低至五二折的优惠 还可以交购同品牌Roy Chen 陶瓷不沾锅锅具有三三折优惠 是不含铁符龙等有毒物质 专利认证的多功能锅具哦 好 谢谢我们的干爹 Roy Chen